大家好,我是Woy仔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Woy仔換樂遊的頻道 今天Woy仔想跟大家去日本東京 去講一間全日本最大的連鎖式的迴轉壽司店 大家在香港就知道壽司狼 但其實在日本只是排名第二 第一是誰呢? 就是Koura壽司 狀壽司 今集會跟大家去講一下 狀壽司有什麼特別 跟我們在香港吃的壽司狼有什麼不同 還有原來還有東西玩 如果大家想知道是怎樣 我們現在就去影片了 Let's go Koura壽司 狀壽司 創業已經有四十幾年 在日本已經擁有四百五十幾間分店 另外原來業務已經擴張到台灣 不知道什麼時候會來到香港呢? 他們秉持著三個主要的原則去經營他們的店舖 第一是美味 第二是安心 不是安心出行 第三是舒適 又脆 怎麼為舒適又脆呢? 原來他們引入了一個新的服務 叫做Bicara Pond 它是連接一個盤的自動回收系統 當客人吃完壽司之後 立即可以回收壽司碟 只要你每放五隻壽司碟 就會自動啟動這個扭蛋的遊戲 這個營和進行一次遊戲 如果你是幸運兒 還可以改了獎品 又吃得又玩得 真是很有趣 那我這次去Cura壽司 就剛好跟鬼滅之刃做了一個Crossover 即是說第三季刀斷串的新系列 它Bicara Pond的扭蛋 也是跟鬼滅之刃有關的 它的壽司剛好都有一些不同的造型圖案 這個芥末哈壽司 還有霞柱 時扣無一郎 然後這個蟹沙壽司 也有這個戀柱的樣子 相當之開胃 相當之好吃 相當之有娛樂性 來到Cura壽司吃東西 當然是除了吃東西之外 當然是想做扭蛋 剛剛都說了 每吃五碟就會有一次扭蛋遊戲 我剛剛吃完五碟 你看到我的畫面 就在看這個遊戲 看看有沒有機會中獎 誰知道 噢 不行 中不了了 不幸運 即是要我多吃五碟 好了 吃第十碟 又玩遊戲 誰知道 噢 又是不中 我最後想 是不是真的又不幸運呢 好 我又急起直追 因為不單是壽司 甜品都可以計一個碟 我們計第十五次 那就玩這個遊戲 看看有沒有機會中獎 我真的在想 如果第十五碟都沒有的話 那就真的要走了 因為我當時已經搞到飛起了 已經吃到滯了 吃不到 這個善逸的遊戲 好像真的有些功效 有喔 看到嗎 有喔 有喔 還有喔 還有喔 它的雷之呼吸 終於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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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喔 是有扭蛋 看到那個扭蛋滾下來嗎 嘩 我當時超開心 超開心 然後我在想 不知道會中哪一款呢 好了 我現在就會去開箱 我在庫華壽司 吃了十五碟壽司 玩完這個遊戲 中了的扭蛋 不知道還沒有什麼呢 我現在就開箱給大家看 好緊張啊 好緊張啊 1 2 3 咦 開不到了 1 2 3 我先 1 2 3 咦 下柱啊 時購無恩郎啊 在吃蟹子壽司 看到嗎 好漂亮啊 這個應該是一個鑰匙 它後面就有寫了 Kuwa Cross Over 鬼滅之刃 現在正正是為了推廣的第三季 這個刀斷村 很帥氣 大家都很喜歡它 是因為它有一點天然外 而且也是挺帥氣 挺正的 看看其實這個系列 這個Kuwa 剛才從鬼滅之刃 推出這個款有什麼造型 原來有炭治郎 有蜜豆子 善逸 伊之助 暖柱 有這個 霞柱 還有這個 蝴蝶忍 還有這個 圓尼 我自己又喜歡哪幾個呢 我是喜歡這個 善逸 還有這個 時賊網絡 所以呢 我種了這個 霞柱 是非常之開心的 正啊 這簡直是我去日本 其中一個難忘的回憶 不得了 捐 好了 今天要講Kuwa 壽司的細節 就差不多了 我想總結一下 其實Kuwa 壽司的食物 不單止便宜 而且食物都很好吃 而且又好玩 所以大家不妨 如果真的有來到日本 無論是東京 大阪或者其他地方 基本上都會有一個Kuwa 壽司 都可以進去吃東西 玩一下 看看有沒有機會中到扭蛋 真是很開心的 今天的影片就是這麼多了 多謝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LIKE Share Subscribe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